哎呀 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是吧 今儿这个军肯定不会贵了 我们之前的节目就聊过去一个话题 3000元左右的这个军股的竞争是最最激烈的 为什么呢 大部分朋友的这个价值 算个5000块钱到100块钱之间吧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咱随便算算 就是说平均下来你一个股算1000块钱吧 就5000块钱了嘛 对不对 你如果想再单配一个军股的话 你肯定不会愿意再去买个1000块钱的军股 因为我本人这个价格就值1000了 我合口再去买个1000的军股 所以说大家在提升军股的时候 基本上首肩考虑的价位 都是3000左右的这个价位 那路德卫格之前就发给了我四颗 他们今年的这个新款 木头的Universal 这个型号呢 我们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并不知道官方怎么翻译 每回官方翻译跟我不一样 之前他们那个 我翻译叫Continental 我翻译叫欧陆 人家官方翻译叫Dy 这个Universal有很多意思 全面的 复合的 宇宙的 咱就先展示叫全面系列 好吧 到时候官方出来怎么翻译 咱再听它的 Universal这个系列呢 其实诞生的非常非常早 大家可以通过看这个标志就看得出来 它这个标志设计啊 非常的复古 现代的标志都追求简约 不像这种画里胡哨画的 跟那个中世纪一样 那么你一看这个标志 你知道它不是个现代设计标志 在1920年的时候呢 路德卫格曾经推出过两款 震动了整个音乐圈的好产品 一个就是先锋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另外一个就是黑美人 其实黑美人在20年代末才生产出来 才推广出来 但是在同一个时期 其实它同时那个产品手册上 还有一个广告就说 我们为工薪阶层 设计了一款 音色又棒 然后设计也精巧 价格售价极其便宜的一款小金股 就叫Universal 当时Universal售价多少钱呢 金属呢 我不太记得清楚了 金属的应该是15美元一颗 当时的黑美人卖多少钱呢 卖45美元一颗 木头的Universal当时应该是卖20美金一颗 你想当时一买一颗黑美人就45美金 那么Universal呢 就是走一颗性价比的这个路线 不过来后来在这个产品的发展过程中啊 先锋也被停了 不知道为什么先锋停了 真的挺可惜的 Universal也被停了 留下来的就是黑美人留下来的 就一直生产的都是黑美人 那么直到今年的时候呢 路德威格给我寄了这四颗Universal 我说啊 这是重新又生产了 我说对的 我们因为差不多100年了嘛 那就重新又复刻了Universal这个系列 我其实拿到这个股挺早的 我大概有一个月前我就拿到这些股了 这已经是第二批的了 我必须如实交代 这已经是第二颗了 之前第一批来寄过来以后 我录了些试听 然后上传了 我觉得很棒 不错 然后我就问了问 兰志乐器侯老师售价 他说售价多少钱 我听了一下 我说这个价钱没什么竞争力 咱们节目就不做了 没什么好做的 然后他说 别别别双哥 我们俩好商量 你先说你的要求 然后我去跟路德威格谈 我去跟美国老师吵架 然后看吵出一个什么结果 我说侯老师你看这样 这个股来做的是挺棒的了 那么能不能便宜点 你说多少钱 我说这样 咱总得跟市面上的这个竞争对手们 相对比对比 对吧 我说你看 同样是木头的 你有一大堆竞争对手 A品牌的 他多少多少钱 B品牌多少多少钱 C品牌多少钱 我们看了看 市面上比较能打的一些选手 基本上都在个3000人上下 甚至有的能做到个278 就能搞定 我说你好歹 也得做到个3000左右吧 咱才好去宣传 不然咱怎么宣传 这玩意一出手 4000谁买呀 对不对 隔了两天 侯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双哥我们商量 我们烟就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定在不到3000 我说别说了 侯老师 你这么一说 我说现在商家套路都是这样 自反你只要一说 这个东西不到3000 那不就2999吗 2999就不到3000 差一块钱3000 那跟3000有什么区别 咱们别扯这个 我说你再跟美国人吵 这个我还是不想做这个节目 那么终于在上星期 侯老师那边传来的喜讯 说鸯哥我们谈下来了 这回能不到2500 我说2499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知道我水贼过河 咱甭吃狗袍 都是老中医 谁也别给谁开偏方 对吧 我说不过这个价格来 我觉得还是比较能达的 我才同意 侯老师那边立刻又给我下半子 说双哥 2499我倒是能同意 咱先生名就50个 要是一直到2499 那再出一个赔一个 我说 那行吧 那50个也是羊毛 咱好歹也在给它耗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起的这个题目就叫年轻人的第一颗 路德维格 这是一颗路德维格樱桃木的小军骨 尺寸是14乘6.5 这上面所有的配件都跟美产的路德维格的木头的小军骨 52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已经用了classical顶配的小拳纱带 并且这是个大痛点已经解决了 之前路德维格是这样 路德维格比较入门的产品 就使用的是老的上弦器 然后比较高档一点的就是新的上弦器 那么现在它这一款也就换成了高档的上弦器 响弦也已经使用了classical maple顶配的这个新响弦 这是18根的响弦 这种18根的响弦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 我这种18根响弦最近很有好感 我把我自己的20的好多都减两个 会给你一种非常干净的声音 尤其是你调的底皮如果调的比较松弛的情况下 就是偏松的情况下那种咚咚咚的声音 会给你一个非常干净的下弹声音 所以这个下弹我最近比较喜欢 经典的tube鼓尔是吧 经典的亚铃鼓尔 响弦上弦器都是顶配的 路德维格的顶配 唯一的简配就是两张骨皮 采用了国产骨皮 这个确实没办法了 大家拿到这个骨以后 只要把这两张骨皮一换 就跟您心中的一些骨 一个声音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这骨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 不过缺点就是就50个 你这50个去哪搞呢 我这不卖啊 我这不卖东西一直都是 蓝制乐器委托给了这位大爷 大家找他 这回来也没什么暗号 也没什么券儿 也没什么套路 反正就50个 大家先到先得 谁抢然后算谁的 我本身认真负责了 给大家录了两版试听 大家可以听一听 这两版试听 第一版是换了没产的骨皮 上下都换了 第二版是上下都没换 就是使用它原生的 国产的骨皮折腾的 大家可以听一听 对比对比 那么区别大不大 然后最后多说 与这股有两个隐藏特点 官方宣传也没说 所以呢我也不好的说 第一个是我看出来的 但是呢因为人家没说 咱也不好的乱说 这个骨的这个木枪的 这个结构 其中有一片是厚片的 是很厚的一层木头 这个不知道是他有意为之 还是怎么样 这是个优点 就相当于 有点单板的意思 但是肯定不是单板 就是他用了比较厚的一片木头 就跟广播者一样的配方 中间那层是很厚很厚的 其他的是比较薄片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这儿 这个地方就是我发现的 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你占便宜的地方 如果你买过非常顶配的路德威哥 像金灵龙那种的 你就知道 这种新款的上原器 是带档位的 是咔哒咔哒咔哒 一格一格扭的 但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没有档位的 这个是无级的 完全无级调节的 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 哎呀那看来还是有档位的好 这个还是减配的一点 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请看这张图片 大家请看这张图片 看懂了吗 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在中间多加了电片 而且这个是可以拆下来的 那么动手能力强的朋友 只要你把中间那个电片拆下来 它就变成一个刻度 有机调节的了 一档一档调节的了 如果你不想动手 那就无级调节 就正常 所以等于是 你获得了两种调节手感 但是条件 我一个声明 你要动手能力强一点 这个拆下来有点麻烦 他把这个上显器 全部先从骨枪里拆出来 然后后面有两个螺丝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 把里面的芯抽出来 电片一取就行了 当然你不取也完全没事 这个就告诉你一声 其实它可以变成档位调节的 那么在此来 再次感谢路德维格 感谢蓝志月奇 尤其是这位叫 玛雅的羊猫大叔 大家如果有事 都找他就行 找这位叫玛雅的羊猫大叔就好 好吧 那么祝各位小伙伴好运 我们下期再会 Peace 好 这位叫出身柄的羊猫大叔 一串之后 这位叫出身柜猫大叔 断开 拭开